今天的伊之国股推介是南航1055 《经济日报》投资业华组 减选原因是港股短期反弹 可以继续关注具有潜在利好因素的版块 终景内地十一黄金周大黄旅游需求 航空旅游豪道相关股表现突出 其中航空股方面 国内业务为主的南航 预料复甦程度较高 短线可以跟进 南航主要为中国、东南亚和世界其他地方 提供民用航空服务 以今年上半年经营收入407亿人民币 客运业务占65.5% 科运及邮运占27.3% 其余占7.2% 客运方面国内业务占8.4% 南航短期预料受惠内地十一黄金周 长假旅客出行需求大增 走势方面 南航今年3月中以来3.8至4.7区间波动 昨日逆史以大让足及较大成交 挑战区间顶部大约4.7 搜捕4.5号9升6.3% 十一黄金周 航望催化航空出行需求复苏 南航预料有力上破区间顶部 策略上以示有的话 可以4.3或以上继续持住 短线博反大目标体4.9 这是参考主要大汉 港级与南航的目标价平均水平 亦是去年3月以来形成的下降轨所在位置 现在先休息一会 稍后Rabi会回答大家的提问 下期转发生! 下期转发生! zus spicy500也把 策上来 бли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